警方拉了三个男人 涉嫌同上个月一宗斩人案有棍 据了解 不排除是同李郑屋邨业主立案法团 纠婚有棍 其中一个被捕男人 黑暴蒙头由警员压走调查 警方说一个65岁男人 出席土地审裁处民事聆讯之后 在附近被人持刀斩傷 右手同右胸受伤 送院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私集的兇徒就坐接应的私家车逃去 据了解 越习男人是李郑屋邨业主立案法团委员 经调查之后 警方昨天分别在深水堡 旺角和天水围 拉了三个由22到50岁的男人 其中两个人是 前面遣返申请的越南籍男人 警方说正是调查案件 是否与事主的法团身份有关 但是谴责暴力行为 案中的受害人也刚刚出席了一个民事诉讼的聆讯 兇徒公然在司法机构附近 有预谋这样持刀 去袭击一个刚刚出席于聆讯的受害人 公然挑战法庭的尊严 行为枪决 目无法己 警方予以严厉的谴责 警方拉了18人 涉及启德多个地盘盗窃案 涉款超过70万 18个疑犯包括八男十女 介乎20到72岁 警方起分部分装物 也检获爆竊工具 启德发展区多个地盘早前发生盗窃案 被偷去一些装修工具 同仙等等 警方经过情报搜集 锁定一个犯罪团伙 怀疑侧人乔装成地盘散工 潜入地盘剪去电线 和偷取物资 转售逃离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委任三位资深大律师 寄议他们要敢于反对企图破坏法治之徒 委任资深大律师仪式在终审法院举行 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主持 获委任的三位资深大律师 罕有感有一对夫妇 蔡一鸣、洛敏言 以及08年取得大律师资格的刘恩佩 蔡一鸣擅长打刑事案 精通有组织和白领罪行 在沙中线红磡站独立调查委员会中 代表分判商永光钢铁工程 又在斥警案中代表时任总督策黄祖成 太太陆敏言就擅长商业诉讼 股东狗分和围捕案 曾经在公余深围产案中 代表商人兼风水师陈振冲 最重要的任务都是维护法治精神 因为我们很多年来香港 都是建基于这个很强的法治精神 23条是法律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继续防公守法律 任重导缘 我们会致力维护香港法治 至于刘欣沛 他爸爸财富局前局长刘怡祥到场祝贺 他主力处理民事案 包括诽谤 雇佣争议和遗族认证诉讼等 终于找到自己这么喜欢的一个行业 到今天可以能够摄取消息 很开心 张举能支持说 资深大律师认定为一众后辈的借镜 指露明灯 他们在法庭内外的言行往往受到审视和访效 积极无礼专宏 必须秉行公义 亦都要敢于发言反对企图破坏法治之徒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报道 政府批评社工注册局严重偏离维护国安精神 据了解政府短期内会修例改革社工注册局 有议员就建议扩大业外成员比例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公开批评社工注册局 监管专业措手不力 未有采取具体的行动 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成为注册社工 社工注册局主席伍玉明回复查证时反驳指控 说社工注册条例附表已经有机制应对违法社工 政府前面修例并没有要求要用不同的方式应对 不存在注册局没有跟进 对政府批评以多数票注册逐期或者委任的人选不当 注册局就说现在条例是容许这么做 亦都已经考虑公众利益等因素 又强调纪律委员会被选委员小组 并没有成员蔡丁暴动追成 有议员就认为注册局主席的回应 反映他们无意改革 如果社工注册局仍然好像现在这样 有法就不执 有例不依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这些组织 现在注册局是由15个成员组成 8个人由社工界票选 6个人由行政长官委任 剩下一个位就是社署代表 任期三年 今届任期明年年初届满 有议员认为应该扩大业界以外成员的比例 当纪律聆讯或者逐牌当中有些争议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多些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 特别对于不同的人表达一个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我相信就不会被市民觉得唯威唯的感觉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 有必要远线注册局的管治 更加好地维护国家安全 消息就说政府短期之内会交代改革方案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萨希布特 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美国国会行政部门 中国委员会发表的年度报告 污面抹黑香港人权自由状况 公署发言人说 报告充斥无知 方言和偏见 叫嚣制裁特区检控官 和国安法指定法官 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特区政府机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法治公平和正义是天经地义 特区政府就说 美方所谓报告提及的制裁 传属卑劣政治操作 网图洞刻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人员 香港特区对此此之以备 无据任何威吓 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美军早前在菲律宾旅宋岛第一次部署 中程陆基导弹发射系统 中方说美方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上个月宣布 美军在菲律宾旅宋岛北部 部署名为提风的新型陆基中程飞弹发射系统 提升美飞军方协同能力 备战水平和放母能量 外交部副部长孙维东星期五在印尼 出席中国东盟高官初商期间 说美国的做法是严重开历史道斥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坚决反对冷战式阵营对抗 在相关地区重演 并且坚决反对将地区国家 当作霸权工具和代理人 孙维东强调 中方支持东盟加强战力自主 愿意和相关国家一同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宇军继续向加沙南部拉法市推进 居布行动会持续大约两个月 美国国务院说 有证据显示 宇军在加沙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的时候 可能触犯国际人道法 宇军说 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杰巴 星期五遭到五枚火箭集击 大部分武击作目标 一枚遭铁穹防空系统截击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 发射导弹是回应宇军屠杀加沙平民 宇军同日发放片段 指地面部队在加沙中部 击毙多名恐怖分子 并且找到哈马斯的武器和情报设备 以巴停火谈判的前破裂 哈马斯强调没有离开谈判桌 批评以方透过修改停火方案内容 令到协议难以达成 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湖 根本无意停战 哈方会同其他巴人分支相讨 检视谈判策略 联合国警告 拉法外围自续击战 令所有口岸遭到封锁 养狗缓物资无法运进加沙 如果情况持续 星期六将无法运送粮食 去到加沙南部 未放就指 会继续推动停火谈判 美国国务院同日向国会提交报告 只发现有合理证据推断乙方在加沙 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时 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 但未有足够资讯去决定 是否限制向乙方提供攻击性武器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 澳洲前年死于烤喘的人数 岸年升超过三成 当中南澳是烤喘死亡人数最多的州份 住在亚德莱德的杨格和他太太 仍然不能够忘怀五个月前的丧女之痛 他们的女儿是一个烤喘患者 原本一直病情稳定 但突然烤喘发作 最终不治 杨格就说连医生都解释不到 个女儿为什么会发作 亚德莱德所在的南澳 监察全国烤喘数据的机构说 2022年是全国烤喘死亡人数最高的州份 其次是西澳洲和昆士兰州 机构仍未公布去年的数据 但说2022年 澳洲一共有467人死于烤喘 比2021年足足高出超过三成 也是近十年来最高 烤喘发作和几个原因有关 包括气候变化 空气污染 山林大火等 但机构说烤喘死亡个案上升 不一定代表外在环境恶化 只是因为2020年和2021年 正值新冠疫情 严格的卫生和防疫措施 限制导致烤喘发作的感冒 或者流感病毒传播 令到这两年较少人死于烤喘 产生低基数效应 不能够确定死亡个案上升的真正原因 无线电视记者杨杰儿报导 又是一会儿 转头回来有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 来近星期三举行 一班小演员率先试造型 记者彭永熙去看过 穿上警察制服 开电单车出动 究竟有什么任务呢 原来是担任长洲飘色巡游的小演员 距离巡游还有不够一个星期 小演员除了先试造型 最重要的是体验下站在高处的感受 爸爸妈妈作为他们的第一批观众 又有什么感受呢 现在要开始潜移密化 他告诉他是辛苦的了 又晒有机会下雨淋雨 和热一定是天气最大的因素 但是就想他知道这一件事 飘色是非为来的 中国人是一个很值得 一个大家去认识多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都希望安庭可以 多点接触这一方面 令到可以更加多人去认识这一件事 不过要做到飘色的主角一点都不容易 年龄只限于4至6岁 体重亦都限于30至40磅 不过最重要都是不怕高 不怕丑和不怕面对观众 长洲为海陆同乡会 今年共有两台飘色 以提防偏使和环保政策为题 历年不少飘色涉及政治议题 但今年通过了23条 救私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呢 阿谋整饼、风刺、财野、风刺 阿CY都没有这些 只有淡笑了 有有多些顾虚的 有些东西不可以争够说 哪些东西绝对不会乱说呢 就是国家的东西 消息星期三举行 巡游队五到时会由长洲北帝苗游乐场出发 途经多条大街小巷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售阶段管制即气塑胶餐具 同产品实施大约三星期 环境及生态局说 有连锁餐厅反映 大约七成外卖顾客不要即气餐具 局方在社交网站说 售阶段食肆走素有6个月适应期 目前只是开始无奈 很多市民买外卖的时候 已经开始不要即气餐具 是令人鼓舞的开始 认为一个绿色的走素文化正是陈生 当局又说 就算是木和竹等的可载生材料 都不应该被滥用 自备餐具 减少费物才是正途 虽然不少的食肆已经全面专用环保餐具 但是生产这类餐具的本地藏商就说 他们的生意并没有明显受惠 牛皮纸餐盒 住宿餐碗 发泡胶饭盒 这里有不同物料 不同大小 形形色色的职器餐具 梁汉杰是一间职器餐具生产商的负责人 公司原本是生产发泡胶餐具 6年前在内地自建厂房生产纸餐具 同时和内地厂房合作 代工生产木餐具 16年的时候大概投了8、2万左右 买了一些机器来试一试 无论因为人手、管理、生产各方面 我们都要真的重新学习 所以那时候叫做试水温 还有就叫做边学边做 机械一般我们当时都是 都差不多接近五年才要回到本 政府落实减数政策 本地食肆要以纸或者木等的环保物料 取代塑胶制餐具 但是梁汉杰说 政策其实并没有对他们的整体生意额 带来刺激作用 除了餐盒和纸杯 刀、叉、瓷羹和饮管 这四种常用餐具的销售量 更加下跌了大约三成 单独看餐具 我们觉得数字一定是有所下降 因为坦白说 我们明明一套餐具 卖给餐厅都是说几毫子 现在收一元 而大部分客户 其实不是根根计价那一元 是他们觉得不好用 所以他们的确是多了 不使用餐具 今次的政策对我们餐具供应商 就是我们的同行觉得好看不好吃 他估计香港大约有20间职器餐具生产商 当中有不少是生产住宿 近几个月已经有五六间厂商 因为不愿意重新投资而结业 不过市场竞争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减少 因为同一时间多了一批新入行的批发商 加入竞争 因为他们会觉得现在是一个新的商机 他们会想就是说 我其实可以不用自己做的 我都很多东西可以在国内采购 然后就觉得便宜地买回去给香港的客户 所以我自己觉得短期内 其实香港的市场都会比较混乱 无线电视记者曾晓婷报导 有创作团队以18个月时间 横跨热带雨淋 北极圈等地拍摄 最近在北京举办展览 配合多维感官体验 被观众以全新的视角探索世界 驻北京记者张永恩去看过 在肯尼亚的湖泊 看着成群的红壳展翅飞翔 在东非的大草原 听着来自四方白面动物的声音 在北极圈穿越冰川 或者潜入深海漫游 像是显微镜下的观察世界的一个角度 去看整个海洋体系 包括一些整个地下的生态循环体系 普通人就很少 几乎去不到北极 然后能够全方位地在这里感受一下 北极的这个情况 还是挺震撼的 这个是由中法联合创作的体验特展 在北京海电区一个商场举办 整个创作团队有300人 包括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 自然学家、环境学家等 采用8K全景拍摄 以长达18个月的时间 横跨全球六大拍摄地 包括热带雨林、草原、烟湖、 北极圈等八大生态棲息地 拍摄物种由动物、植物 一直到细菌和生菌 这个展为什么选在一个商场里面 也是希望能够模糊掉城市与自然的边界 比如说你可以听到蝴蝶山洞翅膀的声音 你可以闻到深海的味道 大家能够去放大这个感官 重新重启跟自然的连接 声音全部自然采样 经过精细处理 单个空间最多可以达26个星度 并且配合灯光效果 大会还用植物蒸油模仪 还原了当地的味道 来完这里就模仪了 法国南部一个草虫的花香 展览早前在巴黎、新加坡 李若热奈奴展出 中国首展选至北京 将会展出至10月底 也有分享会、工作坊等活动 探索可持续发展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将会 各位爱聂淑宜 国家出入警管理局宣布 开放多8个内地城市 赴港澳个人游 即日起接受申请 最早今个月27号就可以出发 本港旅游和零售业界表示欢迎 先探内地民众反映 8个开放港澳个人游的内地城市 全部都是省会城市 包括山西太原 内蒙夫和浩德 黑龙江哈尔滨 西藏拉萨 新疆乌鲁木齐 甘肃兰州 青海西宁 和宁县银村 这8个城市的户籍居民 和居住证持有人 即日开始可以向当地的公安机关 办理个人或者团体旅游签注 每次到港澳逗留 不能够超过7天 来自新疆的小情 打算今年去到香港自由行 期待香港的美食 体验香港文化 最想就是去维港附近 看一下海 乌鲁木齐是离海最远的城市 所以说在乌鲁木齐看不到 也是希望能够去到香港 去感受不一样的景色 就是听着粤语歌曲 然后出水海风 应该是特别惬意的 在山西的红燕 更加打算5月底开放自由行之后 立刻和女儿一起来香港玩3天 目标是迪士尼 和海洋公园等主题公园 不过除了考虑酒店价格 更加有另一样担心 山西太原 现在每个星期有一班机来回香港 他期望加密班次方便他们多些来香港 内地今年3月已经新增西安和青岛赴港澳个人游 加上这8个城市 个人游计划挂展去到59个城市 涵盖4个直轻市 和全部内地27个省区的省会城市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华希报道 中央扩大自由行 港澳两地多3000万个潜在访客 业界期望过夜旅客会增加 行政长官李家超 感谢中央对香港的恩切关顾 积极回应特区政府扩展自由行的建议 对提振旅游业以致整体经济发展 促进内地和香港居民民心相通 意义重大 刚刚访经回港的文体内局局长岳潤雄说 已经联络相关部门做好准备 有信心有足够的乘载力 接待更多旅客 无论是在航空的运力 在关口的接待 在一些不同的景点 以至于在我们香港里面的交通 我们都做好准备 夏主任提出这个无处不旅游 其实正正也是鼓励我们 要充分利用香港的不同特色 去制造很多旅游的体验和经验 给我们的旅客 新生的自由行城市里面 拉萨、西陵、银川、呼和浩特等 都还未有值航腔港航班 业家认同需要在交通和运力上配合 机场三跑也都是有这样的空间 又可以增加多些的内陆航班 同时我们京珠港飞 这个也都可以进一步发飞功能 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去更加便利 一些比较偏远的内陆城市的居民 来香港旅游或者去经商 一定是能够更加便利的 他又说八个城市的居民 都有一定的消费力 太原市人均生产值超过10万人民币 零售业界也都期望提增业界收益 因为他们的地方比较远 大部分都要搭航机过来 所以其实香港过夜的机会是极大 因为过去我们的数字都是显示 过夜的旅客的消费额 比一些旺返的消费额会大一点 所以对于我们本地的经济 的帮助是有很多的 旅发局说会马上加强推广工作 包括在内地社交平台 航空公司等等 发放最新的旅游产品资讯和优惠 吸引更多旅客来港 《无线电视》记者 质卫文部导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说 个人游计划 今个月将会进一步扩展到 另外八个内地城市 尤冲感谢中央对香港聘经济 贸发展的大力支持 将为本港旅游业 以至零售、餐饮和酒店等相关的行业 带来更大的人气和才气 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也都在社交平台表示 热切欢迎来自内地各个城市的 青年朋友来港 与香港青年一起探索 学习和交流 机管局欢迎中央扩展 个人游计划至八个城市 认为有助推动香港和这些城市的航班连接 进一步提升航空交通量和客量 当中有四个城市已经有直航 分别是山西太原、甘肃兰州 宁夏银村和新疆乌鲁木齐 机管局预料个人有扩展 有助航空公司增设直航的服务 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也都表示欢迎 认为会吸引到更多旅客港港 促进本港旅游业的持续增长和发展 期望为来自不同内地城市的旅客提供航空服务 旅发局夜晚8点 在湾仔海冰对出的海面 举办第一场无人机表演 历时大约10分钟 一千架无人机慢慢地升起 之后发为点点光芒 再组合成其次 评酬出太平清照花牌 字体清晰可见 又幻化成船 载着巨型的平安包在波浪上前行 瞬间又变成一座包山 这一只城市不踩车 似乎想踩平安包 大批的市民据起手机拍摄 有人就选择坐观光船 在海上面观看 都OK 挺新潮 还有可以带出了长洲 抢包山的活动 我想时间长一点 会精彩一点 因为太短了 我们等了这么久才看10分钟 如果连来排雪糕的话 我想两个小时左右 政府批评社工注册局 严重偏离维护国安精神 据了解 政府短期内会修例 改革社工注册局 有议员建议 扩大业外的成员比例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公开批评社工注册局 监管专业操守不力 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 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人 成为注册社工 社工注册局主席 伍玉涵回复查证时 反驳指控 说社工注册条例附表 已经有机制应对违法社工 政府前年修例 并没有要求要用不同的方式应对 不存在注册局没有跟进 对政府批评 以多数票注册 逐期或者委任的人选不当 注册局就说 现在条例是容许这样做 也都已经考虑公众利益等因素 有主册局成员质疑 伍玉涵的说法 认为现在机制已经失效 只是靠申请者 自己申报任务违法 透过新闻 传媒一些公开资讯 是发现有一些是不准确的情况 我们作为一个监管机构 我们应该都要采取一些合理步骤 去确保这些资讯是正确的 只是由可能我们注册局自己去判断 某一个罪行 是不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呢 这样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合适 恰当稳妥的做法 如果一个法定机构 都不能够依法行事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 他又说根据自己观察 注册局不少的决定 都是以社工利益 而不是公众利益为先 现在注册局由15个成员组成 8个人由社工界票选 6个人由行政长官委任 剩下的人是社署代表 任期是3年 今届任期明年初就会借满 有议员认为应该扩大业界以外成员比例 当纪律聆讯或者逐牌当中 有些争议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多些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 特别对于不同的人 表达一个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我相信就不会被市民觉得 唯威唯的感觉 如果社工注册局仍然好像现在这样 有法就不执 有例不医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这些组织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 有必要远线注册局的管治 更加好地维护国家安全 消息就说政府短期之内 会交代改革方案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希布特 居报美国最快下星期已公布 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征税 提高三倍至百分之一百 外电报道 美国政府花了大约两年时间 完成对超过三千亿美元 进口中国货的反垄断调查之后 最快来近星期二公布 对包括进口中国电动车 电池、医疗用品 半导体和太阳能板等等 关键战略产业加关税 至于特朗普政府时期 对华晶收总值 三千六百亿美元货品的关税 部分将会维持 华尔加日报星期五引述消息人士说 进口中国电动车的税率 可能由现时的两成半 大幅提高三倍去到百分之一百 其他进口车也要多较百分之二点五的关税 有分析担心在中国政府大规模补贴之下 中国的电动车公司宁愿挨贵税 都要打入美国市场 有共和党参议员认为 只是加关税不够 要直接禁止中国电动车进口 中方回应指 美国上届政府对华家征关税 严重干扰中美正常的经贸往来 敦促美方取消全部对华家征关税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自身权益 另外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文 和美国总统国际气候高级顾问波德斯塔 星期三起一连两日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谈 除了就应对气候变化 和减排政策交换意见之外 美方在会上也都提出 中国制电池、太阳能板、钢铁生产 和煤炭发电产能过剩的问题 指中方完全垄断国际市场 美国业界早前要求白宫 向四个亚洲国家进口的太阳能设备 征收罚款应对不公平竞争问题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内地上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年升三个月 国交统计局公布 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年升百分之零点三 胜幅比三月份轻微扩大 按月就上升百分之零点一 国统局指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恢复 食品价格仍然下降 被食品价格就上涨 升幅比较大的是能源 而工业生产亦都继续恢复 不过部分行业的需求阶段性回落 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 安年跌百分之2.5 回来新闻时间 沙田医院一个病房出现流感爆发 内科及路人科病房 星期二开始 先后有6个58至94岁病人 出现发烧或者呼吸度感染症状 6人都染上甲型流感 其中一个人因为自身疾病情况严重 其余人士情况稳定 来近星期四开始 香港海关招聘90个督察职位 海关学院今天举行体验日 切头考广坐和实地体能测试 有700个人参加 体能实地测试会场人头涌涌 四个项目包括穿梯 立定跳远 静态机力测试和800米跑 不少人在轮选前加紧操练 我本身是没有操开体能 所以体能方面是会比较担心 最恐怕的应该是800米 因为很少机会会跑步 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去练习 我自己也有去健身室去操练自己 令自己可以有信心过去的体能测试 最有挑战性的应该是立定跳远那一项 因为我认为自己个人都比较重 所以跳起来会比较吃力 我自己都会很集中去强化自己下肢的能力 为了应付人受不足 海关展开一年一度的督察招聘 这个月16号到下个月5号招募90人 成功获聘会在明年上半年入班 而去年有7500人报名 比前一年上升七成 预料今年招聘情况同样热烈 海关说 论选程序包括小组讨论 不示和体能测试 之后会进入面试阶段 期望考生不要临急抱佛脚 希望考生自己都评估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在哪里 自己按照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去准备 当然他那个表述的能力 临床的表现 以及他究竟有多少的准备功夫 无论他在社会时事 国家发展 和世界各局方面 我们都希望他有所准备 这个月25号还有第二轮体验日 有志加入海关的市民 可以来这里一事伸手 报线电视记者 南豪杰报导 元朗发生谋杀案 一个50岁南亚裔男人死亡 他的儿子涉案被捕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男事主的头部曾经被压物袭击 头顶的伤口大概是8厘米长 初步的检验 看似被压物袭击所造成 而现场也就是案发现场 是一个死者的房间 也在现场发现了很多硬物 但现阶段基于初步的检验 很难够确定哪一件硬物 造成这个袭击 而过往我们暂时 在无数字看到他们先前 他们是涉及任何的争执斗粉 警方在凌晨1点几节目 说平徽敬26号梁才大楼B座 一个单位有人争执打斗 赶到现场发现 一个男人倒饿在单位睡房内 头部大量出血 现场还有他32岁的大仔 警方初步调查相信 他曾经向死者施责 于是将他拘捕 并将案件列为谋杀案处理 警方将会随多个方向调查 行空动机 包括争执起因 当时两人的精神状况等等 两个男人涉嫌非法售卖走私香烟 和电子烟被捕 卫生住红烟办人员 早前放射经社交媒体联络售卖 另类吸烟产品的卖家 星期六下午在上水会面交收 60粒电子烟蛋 红烟办卧底人员 桥中买家在交易的时候采取行动 接获两个涉案33岁和25岁男人 在警方的协助之下 在附近一架涉案私家车车尾箱 首出95条 一共1.9万支走私香烟 和36盒一共7200支的电子烟产品 总共价值7万6千元 红烟办和警方正在追查 检获的电子烟和走私香烟的来源 内地开通由深圳飞往墨西哥城的航线 成为全国最长直飞客运航线 航线今天开通 飞行距离超过14000公里 飞行时间大约16小时 每星期有两班航班 新华社报道航线开通之后 大幅缩短了中国旅客到墨西哥的行程时间 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 第二大幕役伙伴 两国交流合作日战频繁 航线满足两地经贸发展 和人员交流的往来需求 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全球多国受强烈太阳风暴影响 罕有感出现极光 有专家警告通讯设备和导航系统可能会受干扰 通常在高位度地区才出现极光 不过欧洲多国在星期五 罕有感上演极光秀 其中德国多个地区夜空布满粉红 蓝和绿等色彩 劝力的极光令人难忘 在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马克维尔 同日亦都出现极光 为夜空加添纷纷色彩 幽美等地出现的极光 是由20年来威力最强的太阳风暴产生 英国伦敦和苏格兰 北美的加拿大 以至南半球的澳洲塔斯曼尼亚等 多地民众也都看到今次的天文奇观 虽然太阳风暴带来这么美的极光 但可能带来不变 有专家说地球受到猛烈太阳风暴冲击 可能导致磁场急速变形 引发地磁风暴 不排除会干扰通讯、电网、导航、 无线电和卫星运行 美国当局已经发出极端地磁风暴警暴 是2003年来一汪就可以了 灵油专家估计 多个行业已经做好准备应对 相信对民众的影响不大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料 地池风暴带来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星期日 无线的自己在梁明山报导 天文台说香港的位度太低 无缘观赏今次20年里最强极光 有专家提醒 太阳风暴之下通讯设备和导航系统可能会受短暂干扰 彩色极光照耀夜空 背后是1亿5000公里外面的太阳挖起的太阳风暴 当太阳黑子和耀斑等 太阳表面活动增强 会产生大量的带电粒子 冲击地球磁场 就会产生光芒形成极光 今次太阳风暴 令到南极和北极以外 身处在中高位度地区的人都能够欣赏到极光 极光其实通常在高位度地区出现 由于香港位于较低的位度 所以极光在这些地区就很少出现 太阳的活动其实时刻都会出现 在过程程度上变化 有时就会强强 有时弱强 今次刚好就是通常太阳活动比较强的时间 所以会有这个现象出现 太阳风暴为地球带来美景 但高能量电波同时都会影响卫星和电网 以往就曾经导致停电和电力基础设施受损 他说卫星和电网已经有保护网 应对一般的太阳风暴 市民不用太紧张